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話說現時立法會已經沒有反對派存在 但吊詭的是 林鄭的地位亦開始不穩 這件事可以從幾個跡象反映出來 第一是著名的梁粉 建制派的見不屈詠言 竟然撰寫了一篇文章 對林鄭作出猛烈批評 第二是 林鄭述職一般安排在每年12月 現在竟然要押後 當然是有QK 第三是新鮮滾熱辣 昨天才發生 大公報社評和HK01的觀點 同時向林鄭發炮 而且切入點同樣是說 林鄭政府抗疫不力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大公報的社評 雖然通篇文章 沒有提及到林鄭月娥這四個字 但明眼人一看 其實就知道 是批評由她所帶領的特區政府 我們看看她最後的結論 就是精華之所在 他們說 以打工模式 而不是作戰模式 來抗疫 更加沒有清零的決心 這就是公認香港 疫情爆炎一波又一波的原因所在 雖然說 在中央的支持下 香港最快 下月將會有疫苗供應 但完全普及接種 恐怕都要等到明年的年底 抗疫任務仍然艱鉅 香港經濟民生經不起再折騰 政府以及全社會是時候調整抗疫思維 以戰時措施體現戰時效率 很明顯就是批評的對象是特區政府 其實這個現象就相當罕見 因為這份報紙叫做大公報 接著我們又看看HK01所謂01觀點的專欄 這篇專欄的語氣就相當之重 甚至乎是有多少警告林鄭的意味在裡面 它裡面是怎樣說呢 其實引指就是最重要的那段 裡面就提到說 港府抗疫不濟就是鐵一般的事實 特別是經歷了四波的疫情 仍然毫無張法 導致很多市民和建制派感到不滿 留意建制派感到不滿 內地已經有很多官員因為抗疫不力而遭到問責 林鄭都要醒醒定定 不要以為中央對她的信任和耐性是理所當然的 雖然知道這個HK01是非一般的媒體 他們專門就是幫上邊來在香港放風 到底這篇文章是否代表著上大人的心聲呢 可能不多不少也是的 即是證明得到林鄭現在的位置就不是那麼穩陣 因為特區政府抗疫不力這件事 就不是第一天才發生的 早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很多市民、醫護人員、反對派的人士等等 都已經在批評特區政府抗疫不力了 只不過那時候的建制派都跑出來保駕護航 到了12月的時候 忽然間就話風一轉 由大公報和HK01聯手出擊 拿回同一個話柄來做切入點 跑去炮轟林鄭 到底背後有什麼意涵在裡面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但是林鄭的行政長官任期會到2022年6月 換言之距離現在大概是一年半左右的時間 如果幕後真的部署要換人的時候 現在就已經開始要部署了 而且就開始要簡卒了 大家看到一連串的跡象就是屈永賢 這個押後述職、大公報社評、HK01觀點 其實不止的 還有梁振英今天都在Facebook那裡寫了一篇千多字的文章 來到要求特區政府要做全民檢測 某程度上其實都是怪責特區政府抗疫不力 連梁振英都加了一把嘴在裡面 其實都還沒算的 連立法會裡面那幫建制派的議員 他們都不爭再參與一份了 可見現在林鄭的警方 就可以用四面楚歌來形容 如果幕後真的要換人的時候 當然就是要先製造一個有利的氛圍 這個氛圍就可以用作有效的期望管理 那怎樣製造這個氛圍出來呢 當然是要現任那個民望要側低它 如果現任的民望去到下任期尾的時候都很高 那肯定會對下一任的行政長官的期望更加之高 如果這個做得很爛的時候 做到臨走的時候民望跌到最低 那當然下一個上任的時候就有一個所謂的 有一個所謂的蜜月期 那到底下一任是由誰做呢 其實有很多消息甚囂塵上 本地僵的就有這個所謂邱騰華局長 但是他就似乎腳頭不是那麼好的 一說跟新加坡要搞這個旅遊氣泡 還是旅遊氣泡呢 就馬上是未出發就先爆破了 那些氣球都在機場那裡 好 另一個是什麼人呢 很多人在傳的是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嘉 他將會在12月尾的時候結束任期 但是他就說到 說離開了港交所以後 他仍然都會在中環那裡工作 而且他還說不想打工 因為已經一把年多了 就要嘗試一下不打工 他就說在香港已經生活了26年了 香港已經是他的家了 根本就在這裡 退休了也在這裡 今後想做的事情也在香港 只不過就不再在港交所 他這番的話可以說是內人尋味 到底是否暗示著他有更大的抱負呢 不要忘記李小嘉的背景是什麼人呢 就是港票人士 他是大陸出生的 又是金融財進 好了 有著這個背景 大家就會聯想到另一班人 當然 就是現在剛剛 埔頭的紫荊黨 紫荊黨其實跟李小嘉的背景 可以說是相當接近的 紫荊黨的出現 其實是否要來為了幫李小嘉 抬拳和做勢 當然 現在這一刻就叫做言之上早 但是 如果李小嘉真的有意從政的時候 到最後和這個紫荊黨合流 就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所以 現在林鄭面對著這麼多的挑戰 這麼多的刁難 這些我覺得就不是偶然的事情 接下來我們轉看下一單的消息 就是關於袁國勇教授 他又有話說了 他就呼籲市民不需要擔心內地製造武肺疫苗的品質 相信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就會確保得到疫苗的品質是良好的 才會將疫苗輸出到香港和世界各地 衛生署也會把關 好了 他話風一轉 他就提到自己研發的疫苗 他說 港大也正在研發噴鼻式的疫苗 由於他相信自己所做的事 所以他就會使用自己研發的疫苗 而不會接種其他針劑的疫苗 即是說明了 無論是科興也好 復星也好 他都不會打 當然他叫市民去相信 他就沒有叫市民去打 即是這個袁國勇教授說話 就相當之高明 用相信自己所做的事 來到他推傲過去 就不會去接種現在 特區政府訂購的疫苗 厲害 這個袁教授 不是說吹捧他 有些人又說 我吹捧他 我純粹一單還一單去說 好了 然後再說 我們剛才提到CY梁振英 他就在Facebook上寫了一篇長文 他就引述了港大那位金東雅教授的意見 我只是想看一點 其中一段他就先引述了這位金教授所說的事情 金教授就說 如果全民檢測配合封城能夠收到理想的效果 但是這個在香港就完全做不到的 如果全民檢測要配合封城的話 在一定時間裏面 又要讓全城不去流動 大家不出門 不去活動 保證大家的生活正常 這一點香港就已經有困難了 CY的評價是怎麼說呢 他就說 香港每年都有掛8號或以上的風球 基本上就等同是封城 全港停工停貨停市停航 全民檢測期間就當打幾天封就好 至於是多少天 就要看我們怎樣淋人堆 怎樣集中投入多少人力物力去做檢測 這個建議其實不單止是他所說的 連建制派那群立法會議員 都開始偷偷這個特區政府 偷偷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就說為什麼你不做全民檢測 我自己的預測就是什麼 如果特區政府是站得不夠硬 真的接受了這個建議的話 很有可能 即是未來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會有幾天真的搞這些事情 幾天大家停頓完 然後就要被迫做這個所謂的全民檢測 現在就不再是什麼天方夜譚 因為整班人就已經打開口牌了 那當然唯有就是大家要自求多福 那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既然間都已經出現了疫苗的時候 那你再搞這些什麼全民檢測 勞民相財實情就叫做多什麼餘 究竟他們提出這些建議 是純粹基於公共衛生的目的 或者是另有所圖 是另外出於什麼政治目的 那真的顯而易見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